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公共场合不吵闹 作者是刘宝恒 是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蓝蓝的大海上飞来了一只小海鸥 她叫莎拉 长着一身洁白的羽毛 可漂亮了 莎拉很喜欢跳舞 是个舞蹈大师 随着海浪的节奏 她跳起了轻盈的舞蹈 莎拉越跳越尽兴 忍不住地唱起了歌谣 她越唱越大声 还激动地拍打着海面 水花的声响 把睡觉的金鱼吵醒了 噓 莎拉 小点声 可是莎拉扭扭头拍得更大声了 金鱼一声气喷出了高高的水柱 把莎拉赶走了 莎拉扭扭扭嘴 来到了沙滩上 继续放声歌唱 她的声音打破了沙滩的宁静 螃蟹们纷纷从淤泥中爬了出来 噓 莎拉 小点声 可是 莎拉晃晃身子唱得更大声了 突然 一朵大大的浪花拍过来 把莎拉赶跑了 夜晚 莎拉飞到了静悄悄的树林里 她站在枝头 又蹦又跳 大把大把的树叶被震得飘落下来 莎拉又扯着嗓子唱起了歌 森林里的动物们被吵得睡不着觉 噓 莎拉 小点声 莎拉 小点声 可是 莎拉怂怂间唱得更大声了 大伙气急了 联合起来把莎拉赶出了森林 后来 莎拉只能在天上盘旋 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终于有一天 莎拉飞不动了 她累得晕过去 从天上掉了下来 幸好 鲸鱼飞快地游了过去 就起了莎拉 从此以后 莎拉只在没有人的地方唱歌跳舞 再也不吵大家了 谢谢 以后我不再公共场合吵闹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 通过今天的故事 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 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 下周见 准备